後來我就發現我連續 我今天吃完之後 我隔天晚上 當天晚上睡覺 我又夢到 那個紅瓶的 冠帝君 又指著豬腳 又指一次 我想說指兩次 那是不是我隔天又要再去吃 好 我第二天又去吃 第三天 又來 又指 真的假的 我就想說連續三天 然後我就去那個 那時候我就去那個行天宮 我就去問 我就拜說 那我是不是要連續吃一個禮拜 那我的運勢就會比較好轉 我半月三杯 那我就知道說 原來我當時本來想說 我只要吃一天就好了 後來不是 你豬腳都沒吃 對 我都沒吃豬腳 但是他就是一直指著那個 還是因為我沒吃豬腳的原因 對 現在我就不好買 後來我連續吃一個禮拜 其實我後來發現 運勢有比較好 就是我覺得整個氣就比較順了